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结果就发现到说 原来蔡英文的家族才是真正的大包租公 那么现在是不是意外打到了自家的主子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交来宾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好 以及知识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好 政治学者施政风老师 大家好 好 就要来关心的是发生这样一个命案 在校园里面让全台湾都非常的震惊 因为新北市的国三学生竟然在教室里面是被割井身亡 而法医验尸发现他身中石刀刀刀都致命 而被害学生老师是悲痛的发文 强调这个学生成绩又好 而且开朗负责有正义感 感叹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而法条是伸张正义还是在保护加害者呢 另外蔡英文总统被发现 脸书还在大推选举文 底下呢 还有好几千则的流言痛批 说好的社会安全网到底在哪里 冷冰冰遗体回到校园招婚 最安全的学习场所 却成为年轻生命陨落的终点 校门口有人献上一束相日窥 陌生人也来献花悼念 只因他是一位父亲 今备是某校国三男学生 只因一句你不是我们班的 找另一名学生连筒失刀 且刀刀致命 与此真搏斗34小时 仍不知身亡 与害学生的老师发文追悼 赞他很优秀又有正义感 怀念起那开朗阳光的笑容 感叹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一堆发条规章摆在那 到底是伸张正义 还是保护加害者 市长哽咽万袭 遭弹簧刀割警 刺凶男学生惨死刀下 这样的危险物品带进校园 老师不敢管 甚至管不了 因为现行规定致癌难行 教团喊话教育部 应该要负起全责 不然老师管太严 甚至还会遭家长投诉 比例原则 我也不能每天跟他收场 我们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带这些危险的物品 哪里那个时机 我觉得这可能是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校园碟险案震撼全台 但却丝毫不见 总统蔡英文关心 这几天甚至还大po选举文 把网友全惹怒 大骂 果然选举更重要 真是冷血 社会安全网呢 洞怎么越捕越大 难道总统府的人 都听不到人民心声吗 这种时间点应该来去关心 很明显是没有做好 教育部没有把关好 也没有去做确实的追踪 年仅15岁的宝贵生命 再次牺牲 而只会喊口号 却又无感的政府 一再无视也让校园成为 更危险的场域 国内发生重大的校园攻击事件 国中生在学校里面呢 竟然只是因为 别班的同学跑进来呢 他就去 这个叫做一个女学生 跑到他们班来 那他说你不是我们班的 请他出去 结果呢 这女生去找了 他的干哥哥来帮他出头 结果呢 他就竟然因此而命丧 被割喉 引发了全民都非常的关注 好 那么事实上 后来这整起事件呢 包括了这个家属 回到校园召唤 让人非常不舍之外 也被发现到说 这个呢 等于有点是不是有 涉及教唆的女学生 她竟然呢 在社群媒体还发文说 我又没做错 是在击败什么 发文还对整个社会来呛吓 好 那么这个呢 所谓的这个动刀去割井的 这个犯案的凶手 这个男同学呢 他在这个出庭的时候 也经常竟然还大啦啦 比个夜市要怎么样来 纪念他曾经有出庭吗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对整个校园 安全出了这么大的状况 感到非常的痛心 可是这个时候 民进党第一时间 抨击侯友宜说 怎么没有发言谴责暴力呢 事后证明 原来侯友宜早在第一时间 就已经呢 到这个医院里面 去慰问跟探视过家属了 反倒是呢 被人家发现说啊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脸书上面 完全没反应不说 而且呢 还在po选举的文章 那么相较于这个侯友宜 也是因为他要这个保护家属的隐私 才没有对外公开说 他曾经有去探望 可是呢 蔡总统才是真正的不闻不问吧 不是一直都把社会安全网 给挂在嘴边吗 所以网友炸锅啦 纷纷上去留言痛批 说整天只顾着选举和利益呀 这个社会安全网呢 到底是谁说要补起来的呢 孩子上课回来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遗体 难道选举比人命重要吗 社会安全网 你说要补的已经支了八年 还没有支出来吗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被害学生的学校 老师其实是非常的痛心的 好 他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个死者呢 非常的优秀 又富有正义感 他上课很认真 而且也会主动了解课程 是少见有好学特质的好学生啊 但没有想到竟然被人刺杀 他很想大吼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法条究竟是在伸张正义 还是在保护加害者呢 我对于教学使命开始感到困惑 这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好 另外有一个艺人啊 他叫做白心如 因为他曾经当过老师 因此对这个案件也很有感触 他就发文表示了 他以前也曾经有 惩处过犯错的学生 但他发现学生完全不知道 礼優廉耻 而他劝导学生不要报出口 隔天就被要求 做好分类的工作就好 他说台湾的教育 说得一口好听的自由堂一 不是为了教育 而是表面的数据 导致孩子的品格教育 已经完全都遭到牺牲了 好 这个案件爆发之后 有一个人又变成了 众矢之计 他是范云 因为他被发现到 过去原来他曾经有办过 这样一个记者会 就是要来施压学校 禁止学校对同学们来做安检 你看 国力高职 公然翻查学生行李 他说这叫做木无法纪 因此为了保障学生们的隐私权 就不准学校来对同学们搜身 或者是检查行李 好 所以网友就炸锅了 网友说你们这些爱干预学校师长 安检的立委们 现在学生死了 不用负责任吗 哇 这个三家十一立委又归缩了 可以还给学校一个道歉吗 可以还给师生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吗 好 事实上 绿云也修了这么一个法条 被大家翻出来 这叫做教师管教学生办法的注意事项第29条 在过去这个法条怎么规定的呢 就是在有进行安全检查的必要的时候呢 老师可以在有第三人陪同之下 对同学们来做安全检查 可是到了2022年 教育部就修正了 把这条给改掉了 改成什么样子呢 有安检必要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两位以上的学生家长会代表 还有学生会的干部 还要有教师陪同才可以检查 而且必须要全程录影 好 如果说我要去对一个学生安检的时候 必须要这么麻烦 请问我到哪里找两位以上的学生家长会代表 跟学生干部一起来陪同我全程录影 去搜查这个学生 有没有带违禁品呢 作为一个老师 最简单办法就是我不要去搜就好了 因为太麻烦太危险了 我可能反而会被纠正呢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全教产的理事长就跳出来说 教育啊 让老师们形同是被废武功啊 他认为教育部应该停止讲风凉话 应该要全权的负起责任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脸书上 还在发赖清德助选的选举文 让网友炸锅拼命的来呛下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到底是谁说 他要把社会安全网给补起来的呢 好 赖清德今天被问到相关的事件 他也是直接转头就走 事后才发文哀悼 如果今天不是要选举 请问赖清德真的会发这篇哀悼的文章吗 而民进党第一时间想到的 竟然是攻击侯友宜 难道在他们的眼中 真的就只剩下选举而已了吗 慧问哥怎么看 当然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案发地是在新北市 当然攻击侯友宜 那如果在台南市 那当然就是黄伟哲 这个地方父母官 那当然现在侯友宜 他是在这个请假 他现在是在选总统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我们现场的施政风老师在 我就这个僭越的谈一点 这个基本上 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的教改的部分 从当年的李登辉总统 民进党到所谓的那些教改团体一路下来 各位观众朋友 这二十几年来我们的教改 这个秦施老师指教是全面的失败 不管是高教国教乱成一团 我也不忍再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观众朋友你看最近我们全国这些大专院校 有多少学校是倒闭的 关门的 十八分可以念大学 大学的入取率是九十几% 在大陆最好的大学叫做985 他们有几间顶尖的大学 985的入取率不到2% 你没有听错不到2% 一%多一点点而已 人家是万中选一 选最好最顶尖的同学 去念大陆最好的985大学 我们呢 你看看台大 我就点名台大 因为我考不上 台大你看台大什么样子 政大 我们台湾有什么顶尖大学 满街都是大学生 这个教育是失败的 你看这些写说什么 叫做刀刀致命 我请问联合报有可能刀刀致命吗 你写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散播社会的恐慌 它一定会有个致命伤 那怎么可能刀刀 它是弹簧刀 它怎么可能会刀刀致命呢 这个叫什么 这叫渲染 大家看的心情都不好 在台湾的状况是什么 是走在路上会被车撞死 小朋友去学校上课会被同学刺死 那这些东西敢去处理吗 我跑过几年出钱的社会新闻 我告诉你 他不会处理的 这些宫庙黑道八加九 都是条阿咖 谁敢处理 你看 不要说蔡英文 他快卸任了 你看赖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的行程 连柯P都一样 你到哪个地方去 不是去庙 哪一个不是去 他这就廟口开钢嘛 对吧 施老师 你也会钢 你已经去廟口 小发财插一下 麦克风吐下去就开始讲了 那这些黑道跟宫庙 谁敢去碰 没有人敢去碰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主持人 我简单讲一下 我们这个行凶的少年 如果真的是他干的 这个少年是不能判死刑的 未满18岁是不能判死刑的 所以很多朋友 跑去骂Face联盟 我也不晓得你们的法律 常识在哪里 他最亲五年就结束了 他是可以获得减刑 他最亲就判五年 然后这个 什么什么 击败的那个少女 他可能是无罪 你要看这个案情 看这个律师怎么帮他打 为什么 我是叫我干哥哥帮我出气 我没叫他去杀人 张诗刚欺负我 我没有叫你把他杀死 他欺负我而已 你怎么把他杀死 所以他那个算教唆吗 这个法律上 我现在跟你讲法律上 也不一定会构成 所以他可能是无罪的 你不要看 他怎么写成这样子 这个主持人 我也不认识这两位少男跟少女 那我这样讲 我比较抱歉 我们所谓的八加九 台湾有几十万这样的人 你怎么办呢 一些国中生 高中生 辍学的 这少年 打少年 我也会怕 你看电视很怕 我看着我不怕 你从会玩 我白云 我不是从会玩 快走 我也不敢跟他们那些 讲那些什么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讲句很实在的 因为1月13号就要投票了 你不要说我人血 我不要跟你打高空 废话我就不讲了 我告诉你 这三位总统候选人 今天晚上有证件发表会 我请问大家 这三位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都应该针对这个 全国矚目的重大事件 做一个表态 你要怎么处理呢 斯刚兄也在选立委 那这个你将来进入立法院 这种事情怎么处理 现在是 所以主持人我很抱歉 现在就是你民调落后的人的 最好的机会 各位观众朋友 你不要骂我 我请问你 如果现在是马英九执政 如果现在是韩国瑜执政 发生这种事情 你觉得民进党会怎么处理 民进党早就叫他们下台了 民进党电脱给你电视 你看民进党第一个动作 新北市后 民进党高兴得不得了 民进党选举有人性吗 那你跟没有人性的政党 你要怎么选 我主持人我的结论很抱歉 那你也只能没有人性 那这些民进党长期以来的废死 赖清德是废死的 观众朋友 蔡英文也是废死的 民进党绝大部分都是废死的 好不好 柯P 柯P对死刑的部分 柯文哲也是模拟两可 不然就跟柯P出来讲 当初后遇讲的是什么 他要执行死刑 侯友宜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人设 你最好的处理的机会 那就是告诉大家 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跟赖清德 跟蔡英文 跟柯文哲有什么不一样 要处理 要面对 侯友宜今天说 全国一起面对 这个事情是把很多朋友都吓到了 不敢让那些小朋友 那主持人我的结论 这个家长会怎么叫 以后在学校都不要管事情 人家甩门吵架什么 就赶快躲起来 千万不要 那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在我们台湾目前 生存的法则 不要管事情 那管事情干嘛 不要啦 他们要打架 他们要吵架 他们八加九 我们都不要 当做不知道 把自己顾好 是最重要的 好 让大家很震惊的是说 一个国中生 在校园里面 随手拿出来 就是一把弹簧刀 这个学校到底怎么了 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我们的教育又到底怎么了呢 就教育部长潘文中说 地方教育局和学校 要以规定做更多的防范 好 苏珍彰今天还嗆 新北市政府应该要好好处理 但是全教产就痛批 过去学校要对学生做安检 本来就有相关的规定 可是2022年教育部 把这个规定给改掉了 改成变成要有两位以上学生 家长会代表 还有学生部干部都在现场 才能够全程录影之下 检查学生的物品 那么痛批说教育部 根本就是实际上 跟我们的教育环境 完全脱节了嘛 那部长难道是在讲风凉话吗 网友也起底说 这个范云一月的时候 开记者会痛批学校 对学生的物品做安检 你侵犯隐私权 五月份的时候还发文 抨击学校检查学生的物品 是黑心校规 结果范云的脸书被灌爆了 被网友痛批 你到底是还想要背几条人命呢 而范云面对质疑还说 这个叫做教育部的责任 当然保障学生人权并没有错 可是那到底是谁用法规跟权力 把教育第一线的老师 双手给绑起来了呢 民进党满口都在讲 自由到底是真的为了人权 还是是为了讨好选票呢 斯刚怎么看 教育部当然跟地方教育 完全脱节了 那我们很多的投诉 老师的是来自老师的投诉 第一个 现在校园没办法管 我老师只希望说安全下课 安全下庄 面对到校园里面 班级里面 秩序的没办法维持 有些老师干脆 闭着眼睛 我把我该教的书 该教的课 教完就好了 对一些脱续行为 失序行为 基本上念一念 也不做什么重大的处罚 大家还记得以前有个新闻吗 不久之前 老师在课堂上对于一些 犯规为继的学生 给予一些处分 下课被围殴 老师被围殴 然后这个同学 这个很不幸失去身边的同学 老师形容是个 极富正义感的同学 那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老师 会不会告诉学生说 大家不要有正义感了 碰到一些是非的事情 门闪得远远的 那从校园都告诉大家 不要有是非感 那长大之后 我们变成一个 没有是非感的社会 面对到霸凌 面对到不公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帮被欺压的人讲话 难道就是我们教育环境 要交给大家的吗 那你说修改这相关的 这种检查办法 大家都知道 家长会长 不是每天在学校坐着 坐着等你来空 我们要检查书包了 给会长赶快来 每个会长 教育家长会长 家长会的委员 都有自己的工作 那只是说业余的时候 关心学校教育的一个义务职而已 它不是一个全职的上班 在校园里面上班 所以这种方法 基本上就至爱难行 你这个方法 事实上你就告诉了教育单位 学校单位说 就不要管了 就你不要管了 不要去管学生 书包里面藏什么了 不要管学生 有没有带有什么违禁品啊 因为基本上根本是查不到 也没办法查 所以教育部现在这时候 讲风凉话说 你们这个地方教育机关 应该做更多的处置 请问你 我在做更多处置的时候 违反你相关的规定 那我要怎么办 我是要听你教育局的 还是我自己来做这个 搜查的动作 好了 如果搜查动作 有人就跟范云投诉说 抹校搜查我儿子的书包 范云帮你开记者会 校长要去现场听讯被骂 有哪一个校长跟老师 愿意干这件事情呢 所以教育部 整个把这个方向 通通搞错了 我们从社会安全网也好 花了这个上百亿 来去做什么社会安全的补强 但是大家没想过 教育现场跟家庭 事实上是连结的 我们很多时候的社会安全网 只想说高危险家庭 边缘家庭的一些 金钱上的补助 我们花了很多钱 是在补助 给钱 因为这最直接最方便 而且业绩看得到 但是我们真的解决 家庭的教育问题 教养问题 没有啊 很多的父母忙于生计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怪父母 他们有多余的时间来去做 注意到这子女教养的问题 那很多父母想法也有点偏差 我通通教育 通通教育也学校 但事实上并不是 因为很多高风险的家庭 可能就对子女的教育 可能就会出现偏差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各单位都是各做各的 而且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 过去八年 最简单的解决方式 就是发钱 不断的发钱 今天可以给予各式各样补贴 但是没有解决 真正社会上里面的高风险 家庭的教养跟教育问题 那学校也是啊 学校面临到这些 高风险的环境之后 基本上我只要不要出事就好 之前有公立的高中 或高高这个国中 想要收学生手机 就群集抗议啊 跑去民意代表那边说 怎么可以收学生手机 我这个学生手机在那边 可能要跟联络等等 那好 不收学生手机 上课 我问很多高中老师 对不起 很多就是在传手机 传讯息 约这个约那个 然后再传一些莫名其妙的图片 或是约了下课去哪里 完全没有心在上课 所以这样的教育环境 过去八年来沉沦得很快 难道教育部没有责任吗 所以在这部分 我觉得教育部每次都把推给地方单位 地方单位跟你基本上是完全脱节 你更不了解教育现场到底发生什么事 校园发生命案之后 不少的曾经当过老师的人 因为现在不当老师才敢出来讲话了 所以曾经的老师就跳出来 感叹现在品格教育不张 好了 这个曾经当过老师的艺人 叫做白心如 他就跳出来说 他想起了以前他惩戒犯错学生的时候 发现学生根本不知悔改 也完全不懂得礼仪廉耻 先前北野女的欧老师 痛批民进党恶搞克刚 而且还把顾言武的廉耻给删掉 结果游锡坤就说 廉耻是君主政治的产物 而被网友痛批 这一起校园悲剧 是不是一个间接推手的范语呢 他还开了一个记者会 大赞政府推动108克刚 有很好的成果 把108克刚吹成是 这个2023教育十大世纪之首 还说要继续来加强本土教育 好像完全无视 现在中国的老师和家长 都大声几乎希望要求 能够加强品格教育不是吗 所以民进党难道是 生活在平行时空里吗 蔡元怎么看 我师范大学毕业的 我一毕业以后 就有机会担任老师 担任两年老师 我有权利搜查学生的书包 我有权利搜查学生的课桌 曾几何时 几十年过去了 好像这变成一种禁忌 刚才施刚兄所提的那些 在我那个年代里面的教育 学生都会听我的 那学生尊重老师 老师疼爱学生 甚至于学生家里有什么困难 老师都要出所帮助 因为在老师跟学生之间 建立了一种 类似母子跟父子那种关系 大家都是在一种 很好的环境 那现在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好像不是这样子 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 引力很多 包括范林所赞美的108克刚 提到108克刚里面 现在北宁老师站出来说 这个是一个不教礼毅廉耻的 无耻苛刚 不过如果刘锡坤也讲对 他说在谈礼毅廉耻是 君主政治的一个规范 不适合现在民主 政治要讲民主跟自由 用手机是自由 带刀子是自由 像美国更自由 直接带枪到学校 不是吗 那这样叫民主 这样的自由 会不会把你们想象中的民主自由的概念 稍微脱节了一点 稍微离谱了一点 不以人费言的话 列宁曾经讲过一句话 再好的理念 再好的观念 只要脱离现实太远 都会变成很荒唐的事情 现在我们108克刚 打的本土化 打的多元化 打的去中国化 三个化 搞得现在老师不晓得怎么办 搞得现在很多的 连台大的学生已经很优秀了 台大电机学院院长还跑出来讲 现在的学生 连微分 微积分都蒙茶茶 工学院 以前我们在念微积分的时候 哪有那么好混 功课没做完还敢下课 不敢的 那现在怎么会有这种情形 打这所谓多元化 就产生一个很严重的结果 家里状况比较好的人 他真的很容易多元化 今天送你去学这个舞蹈 参加比赛 明天送你去参加什么活动 你可以多种语文 然后在多元成绩里面 就变得很好 我们怎么搞到这种局面 然后稍微经济状况 比较差的学生 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真的像侯友宜讲的 我们应该要重新检讨一下 我们到底走错了哪些路 不管是李彦哲搞的教改 不敢是108克纲 都给我们台湾带来 无穷无尽的祸害 今天这个校园的叠血案 只是一个开端 我们要走向美国那种方向吗 美国最自由最民族 校园最 连学生书包都碰到碰到碰 结果整天校园叠血案 一个接一个出来 这是我们台湾所需要的教育吗 大家想一想 一个好好的学生走进校园读书 结果变成冰冷的遗体台出来 正当教师和家长都在问 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什么问题的时候 现在有绿营的侧翼跳出来护航了 说这个行凶的少年的问题 是出在家庭 这不是靠政府就可以的 也不是简单一句抓去关就好 要想怎么让嫌犯 让犯错的人能够回归社会 而不是排斥他 甚至是消灭他们 还说没有国家比大陆 有更多监视器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有监视器 有监狱 甚至是有死刑 就可以解决治安的问题 没有错 大家都知道 我们应该要把犯错的学生 给导向正轨 问题是 不是蔡英文总统告诉我们 说她要把社会安全网 给补起来的吗 那么怎么现在 出了这么严重的案件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却是 很多人出来带风向说 这个不是政府的事情 这不是政府的问题啊 虽然难道大家的孩子 又遇到了不幸的憾事 都要怪自己吗 就是我们自己家庭教育 没有做好 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吗 市老师怎么看 我先讲好 我念书唯一的就是小学跟同学打架 就是刚才讲的 因为以前我们都不是有一桶水嘛 别搬了跑来洗手 我跟他讲说 你不是我们搬的啊 所以我们就打起来了 不你知道不打不相知嘛 OK 但是呢 我曾经到菲律宾一个贵族大学 去开研讨会 你把我吓坏了 小学生 他们学生的包包 要过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像机场那样 有没有 居属探测 然后每个人要过一个门 有没有 太扯了吧 就是这样 这是大学 贵族学校 然后我也曾经去参观一个美国的中小学吧 竟然男生厕所没有门 因为怕学生在里面吸毒 我们可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啦 我自己曾经自己小孩子念国中啊 然后你也知道学生之间会吵架嘛 然后家长是竹联的还是四海的啊 然后学校老师校长讲说 出了校门不关我们的事 OK 然后呢 我那时候还是台北市政府的顾问跟研考会委员 你知道有一个委员 他是教育局长啊 他说没有办法 他自己的小孩子被霸凌也没办法 通常是这样子 被霸凌的自己会走摸摸鼻子 第二个霸凌人走 第三个三个都两个都走 你看我们不会解决问题的 那我曾经大概讲教育那些问题 我曾经跟李总统的李前总统讲这件事情啊 他说没办法啊 李愿泽认为他什么都懂啊 因为他是诺贝尔嘛 他怎么可以这样讲 他是总统啊 没有 再说啦 好 我们再说啦 OK 因为他已经去盟主恩兆 然后呢 李愿泽 我曾经在电视上就讲 我如果可以招逼一个人没有罪的话 我要招选李愿泽 因为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深受其害嘛 因为李愿泽听到 他说不是我 我只是提供问意见而已啊 那个召集人是那个副总统 还是先政院长连战啊 而且连战也听到了 他说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啊 结果我就是刚刚好去总统 我跟刚刚好阿扁请我喝咖啡 阿扁说他们在讲教改十年 我才上台没多久 你知道吗 就这样踢来踢去这个样子啊 可以处理这些东西吗 所以呢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很廉价的 把大学教育当做一个国民教育了 学生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 坦白我不讲尊师重道 光是学生他上课迟到 然后向后转你叫他再回来 他不瞅你坦白讲 好所以我不愿意 然后呢你学生进来 你知道那个专班有没有 他就是中午就已经有九位了 然后呢你跟他打七十分 你还跟他解释说 为什么学生把你打得那么低啊 你知道我干嘛去教那些东西 所以他们讲说 我现在教育三十二年 花了三十三年拿了一个博士 三十二年教育 然后我要退休 为什么要退休呢 那有些人讲说 志教授你现在开始斜杠人生 错了 我过去三十二年是斜杠人生 学术就是乌龟 然后数人头 再讲校园民主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树民大投家 来看到先前赖清德的 近总总督导卓榮泰 被蓝营爆料说 竟然坐证在一个公股银行的 LINE群组当中 这个是卓榮泰 这个叫做信赖金融的一个群组 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呢 都是一些公股银行的 这个叫做什么投信的董事长 董事或者是一些大官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群组里面 到底是为什么呢 甚至是还被发现说 有这么一个叫做 合户投信的前董作 叫做林博裕 上班时间面试学生 竟然是跟学生说 你到学校去帮我们当网军 我们都有帮赖清德 在弄社团弄直播 协助他的选情 你帮我call一个群组来 在上班时间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吗 谁就爆出说 是不是其实呢 卓榮泰的坐镇在这边 专门督军整个金融业 尤其是公股的金融 金控公司 还有呢 这些底下的银行啦 投信业者等等 在帮忙辅选吗 在帮赖清德拉票吗 好 现在王宏威 再端出了一个最新的录音档 王宏威怎么说 他说卓榮泰 其实是多次针对他们这个选区 中山 北松山选区 联系公股银行 来帮忙绿营的参选人 喬贷款 所以吴宏威呢 至少就他的掌握 是已经帮忙喬了两次 而林飞凡也喬了一次 在庞大的金权关系底下 到底还有多少违反行政中立 助选金元的事件发生呢 好 那么这个王宏威 掌握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录音档也曝了光 这被录音的人又是他 就是这个林柏玉 这个合库投信的钱动作 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 选举钱最重要 没有钱怎么选举啊 来来来 我跟你说 卓榮泰那边的人 带你的朋友到处去找钱 我跟很多人都讲过 林飞凡的贷款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合库的啦 他以前是合库的嘛 所以林飞凡的贷款 是我们合库搞出来的 贷款的单位是已经付钱了 哇 很夸张耶 如果这个爆料属实的话 难道真的是叫做公股银行 通党库吗 好 但是卓榮泰他今天也出来回应了 这回应非常巧妙 大家学起来 王宏威对本人的指控都不是事实 这录音档是AI变造 也是大陆借选的证据啊 好了 所以现在AI很厉害 所以任何指控出现的时候 不管是照片 影片还是录音档 以后大家都可以统一回答 这都是AI变造大陆借选了吗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绿营难道真的是 已经把国家当成了自己家了吗 然后合库甚至是 还已经拨款给林飞凡 贷款给他 都是卓榮泰瞧出来的吗 但卓榮泰说这是非法 这个都不是事实 是这个子虚乌有的指控 可是这录音档里面 他说过程里面有很多的灰色地带 所谓的灰色地带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那如果说这个王鸿威 他根本就是一个乌龙爆料的话 那卓榮泰怎么不赶快跳出来 赶快告王鸿威 以送来指报啊 斯刚怎么看 合库或是相关的金融单位 特别是有公股银行 在过去八年 坦白说这民进党 就把它当成自家花园 然后这个相关的人 包括合库 还有一些相关的银行董事长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 公司不分的情况 之前我们就踢爆了 这合库头戏的董事长 怎么样呢 让司机超时加班 而且不给加班费 而且让这个司机 去做私人的事情 帮他去药房领药 所以零此种种 以小看大 所以说 这个群组里面 没有帮他助选 我坦白说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这群组里面 没有说帮某某人 去抢贷款 我基本上 我会相信这个讲法 那至于说灰色地带 我就合库今天要说明 灰色地带是什么 然后这个林飞帆也好 或是相关的 这其他人的民进党的 相关的人也好 到底有没有贷款 这些都是可以查到的资料 那贷款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用桥的 或是说有没有利息 特别低的 或是用不当的方式 去做放款的 这都是公股银行 要去面对的事情 那卓铃泰的回答就更扯了 大陆会知道 这个合库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的 林博裕的声音吗 那还不可能吧 林博裕这大陆 是一个被关注的人吗 不可能 你说AI变照 我基本上要听到他的声音 我才能变照 变照哈远远的声音 先听过哈远远的声音 才能变照 你没听过他声音 怎么变照 所以今天不要把所谓的事情 搞到大陆借选 北京借入 北京借选 借选这个林飞帆的贷款干嘛 林飞帆有这么重要吗 何故的林博裕董事长 有这么重要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 这么很多的事实 一个一个被挖出来 大家就要面对事实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其实民进党过去八年执政 那个八爪章鱼一样 不管是党 政 军 美 金 这金融 都把相关的政治影响力 伸到里面去 那这个有下 就看上啊 上面的人竟然是往 民进党偏 下面为了求官的 要做这个相关子公司 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 总经理的 他眼光倒在看上面啊 倒要往民进党方向走 上面有什么交代 下面就要照办啊 你说有人要贷款 跟民进党有关系的 某某某跟民进党有关系 关系很好 帮他贷款瞧一下 也许只能贷五百万 可以拿一千万出来 资产相关的这个抵押资产 够不够 这也是一个大家会去植营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左用态 不要去讲这个事情 不要去移转焦点 重点是 有没有灰色地带出现 重点是 王鸿威所指控的 林飞凡 这两个人呢 有没有是 合股里面 贷款的这个客户里面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要查清楚 不要去打迷鼓掌 因为我高度相信 民进党在这过程当中 是政党的黑手 都插入了金融业 王鸿威连番指控 卓榮泰除了反向说 是乌龙爆料 是这个AI变造 是中共戒选 什么声纬片段等等 这个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 他刚刚都已经讲出来了 那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蔡英文总统 不是也被人家变脸吗 不是身为影片吗 结果呢 我们的这个 检调动起来 马上就逮到人了 如果卓榮泰觉得 这个是大陆戒选的话 那很严重啊 蔡政府不赶快动起来 赶快把这个幕后黑手 给揪出来吗 蔡委员怎么看 如果这个录音带 是AI伪造的 如果里面的群组的照片 是AI伪造的 凡是AI伪造 就能够用AI来破解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像前一段时间很风行的 CHATGBT 很红 可是现在人家发展出 一样的 CHATZERO 专门在把那个假的东西 给翻出来 所以如果说 卓榮泰觉得这是假的 那就去告 然后叫调查局 把王宏輝手上的东西 来看看 是不是中共AI造假 还是王宏輝自己AI造假 不很简单吗 里面有几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 信赖金融 就是有一些 工营行库的人 那为什么加个信赖呢 为什么不信科 信侯 为什么信赖 很简单嘛 就表达他们对赖清德的忠心耿耿 第二个 要问的是说 那卓榮泰是什么身份 怎么可以加入这个金融业的 公股银行的群组 卓榮泰有担任过任何金融业的职务吗 没有啊 他现在也没有担任这方面的职务 那表示说他在里面是什么 是什么 台面下的领导人 是不是 看着哪一个人 在做什么事 另外的 这个核库投信 核库投信是核库 银行底下的一个小公司啊 那他竟然能够有录音档谈到说 哇 卓榮泰曾经替林非凡 吴宜隆 哇 这个民进党捧在手心上的心肝宝贝 两个人瞧贷款 是瞧他自己的贷款 还瞧别人贷款 卓榮泰可以瞧贷款 这是很严重的事 你不是金融界的人 你也不是金融界上司说 我提醒你一下那个贷款 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你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你当做民进党秘书长 原来民进党现在是用党 在统领金融界是不是 这些指控 王铺威摊开来 就是民进党在腐化的证据 你怎么可以手伸到 这个金融界去玩这个游戏 难怪有人讲说 这个民进党唯一手还没伸进去 也就是中央银行 那如果照这样子看也快了 也快了 对于林柏裔 刚才施刚兄讲得非常好 这个在中共眼中 如果说何顾董事长 也许还是个咖 何顾底下一个小子公司的董事长 怎么会是咖呢 更不是咖 而且这很明白的 都是塞一些什么 塞一些竞选仇庸用的 那这个人还大喇了在这个语音里面讲说 卓龙泰帮忙做些什么事把他当作风功伟业一样的看待 这个事情 我会爆了 这个其实还要进一步去调查 他们里面到底搞些什么花样 你想想看 吴一龙家里这么有钱还要喬贷款 我都不懂啊 如果是陈卫文去喬贷款还差不多 吴一龙是什么咖 他们家的财产是什么 是以实意起跳的 不是一般人 那个什么 那个好几家化工公司 不是他们家的财产 那是阿伯的啦 阿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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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阿伯阿伯 现在都退给阿伯是不是 不是那个阿伯喔 真的阿伯 所以我是觉得 亲阿伯 那林非凡有要选举吗 没有选举瞧什么贷款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门道 这是我们政党要轮替很重要的理由 不能让他们再这样吃香喝拉下去 如果正常的贷款为什么要喬 理由很简单嘛 正常贷款我去申请啊 我证件齐全我就可以贷款啊 就像跟到邮局去一样啊 就是不正常的贷款只要喬嘛 报出绿营透过公股银行来辅选 甚至是帮忙喬贷款 那绿营书这都是大陆借选 可是啊这个录音档里面呢 就听到这个林博裕书啊 已经放款了 这样还说是大陆借选吗 难道大陆有办法把手真的 伸进我们的公股银行内吗 大陆有办法叫我们的公股银行 放款给人家吗 施老师 我自己经验 我三十年前在买一个公寓啦 就是那种小公寓那种的 分交图啊 然后呢贷款嘛 那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六万块 一份薪水就是给过去了 那我们觉得也蛮奇怪的 那有一阵子不是那个利息 一直在下降吗 那不是有弹性利率吗 那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就知道说 那个弹是自动上弹 下来要去跟他们讲 那你知道 那时候我还拜托 因为我那个时候 还提到一个董事 是我的老师级的 那那种事情他要去瞧吗 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瞧啦 OK 好 这很丢脸的事情 那我讲一下民进党 他们两千人上台的时候 搞不清状况啦 你知道我们如果说那个位置 关为是分蛋黄区 蛋白区 蛋壳区的话 有时候他们第一批入隔 或进入的 他们搞不清状况 你知道有时候分到后面的位置 是比较好 比较好 但现在小英 班师回朝以后 他很精啊 精益求精啊 也就是说部会里面 他们当然除了说 可以用预算以外 部会里面有一些相关的 那些所谓的机构等等 很多基金会 然后呢 在外围一点点的话 大概就是那个 国营事业那个部分啦 那最外围的 大概就是关股银行 这些东西啦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人事嘛 是最简单嘛 人事你知道那些 当然你知道 他们以后就做那个 是多肮脏事情 因为我们以前大概就是说 我们可以跟着上下台 就只有几个而已嘛 他会叫出来 有几个是不用打卡的 那种 因为他现在有行政院的 中部南部办公室啊 那种东西 然后他可以威胁你啊 我晚上要跟那个姓氏的 负责人士的吃饭 你知道你要在讲谁吧 郑大那个叫什么名字 我一直忘了他的名字 跟我们同中的 吃什么的 做人事行政的 思能姐 他在威胁你嘛 OK 然后呢 有太多的那些 其实大家 我们立委要近一点点 拜托你上下近一点点 好多单位 那些东西是在洋网军 我不骗你 那个门关起来 就在各个部位里面 他不想讲的 然后是走后门进去的 像这种东西 你要如何去处理呢 我会觉得说 你是瞧事事情 小事嘛 他现在问题正在讲说 你需要什么 然后呢 你开口就好 然后呢 我要找谁来跟你讲 你知道 只要demand跟surprise 需求跟供给 拉得通的话 这个都是无往不利的 再换两了一堆人 其实蛮可怜 等着下台 政府赚钱转引 你们走着瞧好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蔡政府执政七年多 中华民国调了九个邦交国 柯文哲受访的时候 被问到 如果他当选 如何巩固邦交 没有想到 他竟然回答 邦交是迷私 他不在意邦交国的数量 如果归零 他觉得没关系 当然了 外交要种植 实质外交很重要 大家也不希望 台湾陷入金钱外交 但是邦交如果归零 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不代表全世界 没有一个承认 中华民国的地方吗 也就是所有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建交的地方 都认为 台湾就归属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 那请问未来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总统 有任何出访过境的机会吗 难道柯文哲觉得 完全没关系吗 过去民进党 有一种说法 说当中华民国的 邦交归零之时 就是台湾独立之时 所以柯文哲说 他的外交路线 是蔡英文路线 柯文哲说 他不反对邦交归零 所以他难道是认同 蔡英文的外交成绩吗 还是他是支持 赖清德的台独主张呢 惠文哥怎么看 对柯主席的发言 我们都尊重 观众朋友 请原谅我 因为下个礼拜 我来的时候就不能谈民调了 今天让我再过一把瘾吧 因为下礼拜民调就封关了 这是今天公布的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你可以看到 赖清德又回到40%了 你看到侯尔宜剩几% 侯尔宜连30%都不到 那柯文哲是连20%都不到 这个血淋淋的事实 我们大家要面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上来说 赖清德在最近这几波 他是往上的 侯尔宜是往下的 那柯文哲就在这边徘徊这样 这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 打类疲疗是没有用的 他民调是往上的 那就不要再打了 还剩下两个礼拜投票 大家去面对这个现实 那柯文哲他之前就讲说 他的军事外交 要走小英的路线 所以我是非常关注柯文哲 所以我不会怪他 他自己就说军事外交 要走小英的路线 那他还说他如果当选一年 他不会换国安团队 他为什么不会换国安团队 因为他没有国安团队 所以如果柯文哲当选总统的话 蔡总统国安团队 他会留任一年 然后他刚提到说 这个邦交国归林 他说他不在意 柯文哲不在意 那我不去批评柯P 因为他是 他也是总统候选 而且他民调至少要20%上下 民众党是个小党 那我给大家看 国民党的这个态度是什么 我们看政界发表会 所有赖清德痛批 国民党抱一中的神主牌 侯仪回应 他说我是台湾中间路线 什么叫台湾中间路线 他昨天终于讲给我听的 叫做两边都当好朋友 这个叫台湾中间路线 我也是真的 他也讲说反对一国两制 而且观众朋友 他的他的知识是这样子 他接受精神专访是这样 我反对一国两制 你是流氓吗 哪有人哪有人总统候选 接受专访是这样子 他当然是故意的 我们做都做这样 你有看过我这样子在发表 那没关系 时间关系我讲重点 知识蛮帅的 谢谢你 我改天选总统 我一定重用你 侯仪说他反对一国两制 讲了三次 那反对一国两制没有关系 那我请问你 那你要一国一制吗 还是你要两国一制 还是你要两国两制 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 侯仪在这个专华里面说 我们是戍兵隔壁 我们跟大陆是戍兵隔壁 所以照你这样讲话 那两岸是邻居 对不对 两岸真的是邻居吗 侯仪还说两岸是朋友 有没有 他说两边都当好朋友 两岸是邻居吗 两岸是朋友吗 观众朋友 我跟你讲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柯文哲曾经讲过 柯文哲说 两岸是夫妻 赖清德讲过什么 他说两岸是朋友 蔡英文讲什么 蔡总统说两岸是邻居 你现在看到没有 侯友宜讲的 跟赖清德是一样的 两岸是朋友 侯友宜讲的跟蔡总统 一样两岸是邻居 观众朋友 我们跟菲律宾 日本 越南才是邻居 我们跟大陆怎么是邻居呢 我们跟大陆怎么是朋友呢 他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是同一国的 怎么是 你在讲什么呢 什么叫做 我从来没听过 我不晓得 三位前辈可不可以 什么叫做台湾中间路线 这个 施钢兄 那个郑元兄 你们国民党全代会 国民党党纲 有这个东西吗 什么叫做台湾中间路线 你有点少 我就知道 不要再想下去了 好不好 因为我也准备要跑 剩一分钟而已 不是 主持人 到了最后 选战最后的关头了 我没有要扯后腿 我也没有要制造分歧 我是要告诉大家 选举输赢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立场跟原则 要讲清楚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立场 就像刚刚主持人前面讲的 如果柯文哲讲的 都是跟蔡英文 赖清德一样 那我就投蔡英文 赖清德就好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侯友宜 你的两岸关系 就是两岸是朋友 两岸是邻居 那我就投赖清德 我投赖清德不是比较贵 对不对 国民党的原则 主张不是这样子 请大家要看清楚 我觉得现在侯友宜的民调 落后 他当时很多因素 综合下来的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立场 跟原则很摇摆 然后我实在是 看不太下去 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今天晚上还有证监发表会 礼拜六还有辩论会 侯友宜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要看他 怎么把选战的主轴再拉回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各文哲说邦交国归零也没有关系 所以他难道是在支持赖清德的台独主张吗 斯高你怎么看 邦交国的数目当然有关系 我们从1970年代到现在 政府不要花了多少人力精力物力 在维系邦交国 为什么 就是张智英在中华民国 在世界上是有被其他国家承认的一个国家 我们那个国家四大要素 人民土地政府主权 主权就是国际承认的主权 那如果说我们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 承认中华民国的话 我们不是跟那个索马利兰是一样吗 就是另外一个省的一个叛乱组织 成立一个自治团体 全世界也有只有中华民国承认他 那互相取暖暴暖 那不是荒唐吗 所以那更好美国这两年 不只是也帮台湾帮中华民国 花了很多时间 用了很多政治压力在中南美洲 压迫他们 请他们不要跟中华民国断交 也避免了中国的中共的势力 进入中南美洲 所以邦交国是当然重要 如果没有邦交国的话 请问你